字幕君 李宗盛 另外一件事 右手手技巧 是否真的用了六條線呢 在課程中 我們會遮蓋一些 我們叫做Upper Structure 一些高位的操作 還有一些技巧 如何去控制只是一條線呢 你看到 我好像數十六條線 但其實 我們總有一個方法可以練到的 就是我要只是 控制右的一些 或者 低的一些 甚至 有一條melody line 可以走 這一類的東西